好了 繼續來看這個民進黨的中集會 上禮拜通過的管市長提名人選 包括嘉義管長 王蔣牛 台南市長 王偉鐵 高雄市長 檔基麥 後來改單提名 實際對到國民黨接政的 宜蘭南島和分寧這三個管市 說這三個管市民進黨都沒有接政過 正常是蘇利的競爭太過激烈 當然沒有團結 宜蘭管長 林主廟 職貪務案 叫他八十萬九部 雖然公開批評是對手在抹 不過責借有去影響到他的冷靜 民進黨中集會提名也設定 哪有這間的三管市 我們也部分地區可能目前還沒有明顯的一個候選人 雖然中央市長身就不錯 不過國民黨接政的管市 有每天的家庭有行政主管 所以會比較贏 先像紀蘭管長的林主廟 有在家庭博物 民進黨政法強制 可能推基蘭市長的工廠 沿來前 不過前代理管市擔憲到 一直在打管長的爬案 只有藝術行的選 也是還要協調參選 另外南道館 國民黨三個立委可修華 民進黨是有藝術行的三 把參選南道館立委 向正義中部辦公室這行長 創白會 不過在一個店長 等紀行去年說也要協調 還要開會協調 創白會協調 創白會協調 農委會主委 但紀行雖然有獲點名 不過有可能派立委收集婚來賬 立委老建國也是認選 三個立委管市 還不可以成功論題 除了政策也要團結 加上參選的議員 也要申請聯動 總是選擇身在關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教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哦